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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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不会老人痴呆 所以我希望年长的人也尽量 如果过去有下过的 尽量维持继续下危机 让脑筋活动 培养一些耐性 领悟一些人生道理 老年人下下是非常好 增加思考率 我至少现在不费十亿 大概就是维系的功劳 下棋就是比较能够让我这个头脑 思考力能够周密 我觉得下棋对我这个工作方面 也很有帮助 文学的道理激进你脑子的 道德经 告诉你要守着 不要卖弄聪明 越是卖弄越糟糕 我个人这样认为 朋友也这样认为 发现好像做任何的事情 我都能够内心里面 有一个很详密的地方 你想要赢人家 你要专注 你要拟神 也不能够太有得失心 平常心 去应付一切 所有的难关 下围就是不要贪了 你不贪的话 蚊子蚊子蚊子比较容易赢 我以前玩美国的蚊子 然后我玩中国的蚊子 然后我玩日本的蚊子 其实我比较好 日本的蚊子 但是比较好 他们的蚊子 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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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比较比较比较 很难学习 我认为它是最挑战的 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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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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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吧 现在我的朋友都老的老 都走的走啊 所以几乎是没有了 我现在都是在电脑里面下围级 下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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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都是老朋友 老级 都没来的 口头还家了 老家要动 酒要动 手要动 哈哈哈哈 走 走 踩住 修盖 祝礼 語彤 wszystkic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